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韩雪 拜托了学妹 玩起来代改 申请起来戳新 拜托了学妹 我们想问的问题是 女生白天的时候 或者是晚上的时候 会不会突然想 学长 你好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回答的是 一般是在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或者 其实男朋友在的时候也会了 然后 嗯 就是男朋友很 的时候 就是很的时候啊 表现真的差 去滚到地上水 这个时候你能怎么表达你的 一般不表达吧 忍着 哈哈哈 一般男生很的时候 其实女生也很 然后只是女生 比较不好意思讲出来 然后男生可能比较 嗯 比较 不然因为我是教话 而联系我 用力啊 拜托了学长我想问的是 怎么用一句话来证明 你很纯洁 学妹你好 我没有办法 可以证明我是一个 纯洁的人 我只可以证明我是很 比如说 比起一见钟情 我更喜欢日久生气 还有 你知我 我知你 嗯 还有一个地方的证明 我很 就是我知道很多 因为我大部分都用过 你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用 点的 因为感觉 哈哈哈 我已经说不下去了 我 没有发现我脸已经特别红了 总而言之 我 我教 拜托了学妹 对我想问的问题是 你愿意拿你三年的 生活 换 你跟你偶像睡一晚 学长 我到现在都没有做 我 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 这个是道德的问题了 我对他只是 从今 非常的 近来 我觉得他神圣不可玷污的 谁 他神圣不可玷污的 我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喜欢的偶像 但是我觉得他唱歌 特别好听 而且就是感觉他每首歌里面 都有一个故事 就是很感人 然后每次听的都会 很有感觉 就很喜欢听他的歌 相爱相杀 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盘比下 谁先跪下 我不愿意用三年的 我去换 跟薛之间睡一晚的原因 是因为 这种行为太恶毒了 我们要纯正意语 保持一个纯正的心 拜托了学长 我想问的问题是 就是对于你 玩了一两年的好友 我和一个谈了一个月的对象 让你放弃一个 你会选择哪一个 学妹你好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回答的是 你是放弃女朋友 女朋友没了 他可以再绕 机友没了 我听话 对 先跟你说 来来来来 如果女朋友你很喜欢 那他肯定也是 放弃女朋友跟我在一起 对 你怎么这么有自信 就这么有自信 没有办法 天天气 有机友不需要人 可是你用力不要太烦 天天管着你 也没什么 这个就很难 这个就很难 万一没有 以后女朋友看到这玩意 就是对于一个男的而言来说 就是女朋友的话 有时候会没有 但是因为男性朋友 必须要有 如果你没有男性朋友的话 对于一个男的而言 那你活着很枯燥嘛 就是你天天一个人 不能干嘛的事情太多了 你一个人能干什么 但两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 两个人可以干什么 两个人可以干什么 两个人可以一起稀罗 对于一个女朋友 对于一个女朋友 你女朋友 总不能说放弃就放弃吧 男性朋友也不可能 对于自己好朋友 也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 拜托拉许妹 我想问的是 假如你跟你男朋友逛街 有人花一万块 买你的花或者内衣 你愿不愿意 学长你好 如果有人在路上花一万块钱 买我的内衣 我会叫我男朋友 先去买个内衣 然后我就把我摄像内衣给他 如果是我男朋友 跟我走在路上 发生这种事情 肯定会打他了 就按照我男朋友 那个暴脾气 首先就揍他一段 有人这样花钱 你觉得这个人 要么钱多 要么人傻 要么就变态 对 花钱买你的内衣 就是想跟他交往 要看长相吧 我觉得 如果他有朋友 我一定会的 会跟他交往 肯定会不高兴 肯定会不高兴 但是安慰他 一万块钱 对 一万块钱送给他 我拿一千 他拿九千 拜托了学长 我想问的问题是 如果学长和女朋友 走在街上的话 那如果是一个 你心目中很幸运的女生 还问你要微信号 你会给吗 朋友你好 这种问题在我身上 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 今年五十二三周岁 我从小到大 自己谈过这个女朋友 而且 我追她追了三年 我也不可能会有别的喜欢的人 而如果真的有一个女生 要微信的话 那就给 万一有什么 就是说 比如说活动 什么东西的 做健职什么也挺好的 那也没说 会得要男女关系这一种 给了女生什么 就不会啊 看什么样的情况下 如果她是那种 就是跟花痴一样那种 那当然我长得也不太 不一定会发生 如果说你女朋友 然后被别人要威胁 那是男的 如果要是迷你那种 那当场我就不讲话 直接上去威伦 再说 北方是男的 反正鼻就高 对了 对了 我说你女朋友很喜欢 那个男生吗 不存在 除了这些人 她到现在 她几个对象我都知道 发生什么我也懂了 拜托了学妹 我想问的是 你和你男朋友在家里 你的女性朋友过来暂住 然后到了饭点 你男朋友过去喊她吃饭 但是她不知道她在换 女朋友在换衣服 然后进去看到了 你的女性朋友 穿着内衣内裤 这种情况下 你会怎么处理